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其他父母打孩子那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 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挨揍嘛 就去查这句话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 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彪悍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 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 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热不热啊 但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 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 要给这个电视降降温 那我给电视降温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温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湿毛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对着电扇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 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阳红器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阳红器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她又把阳红器放包里 天天背着阳红器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 配了一个阳红器 天天背着阳红器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 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 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 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 目击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 不能拿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 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一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有人没人看过 我给你们讲讲 那里面的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几分钟好冷 几分钟嘴唇发紫 几分钟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我妈看到这儿说 这挺好 你也来试一试 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现在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这个讲特别好笑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妈聊逻辑了 她经常跟我说 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妈 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她说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友啊 我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对吧 我跟她说事情 她跟我说顶嘴 我跟她讲逻辑 她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她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长到现在 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 没有什么要求了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做到她贡献的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 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 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弯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 你跟人家学学 我说我也不错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 也可孝顺了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 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我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 给我爸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 还有很多社会上的爸爸吗 我说过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妈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来任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我 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110% 我说这不是骗人的吗 我妈说怎么会是 我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 就能赚20% 我说你何德何德 能赚110% 我说巴菲特赚20% 是因为买不到 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你不光是金融鬼才 你是逻辑鬼才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花钱 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到她喜欢的事情就好 就回家陪她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这 真的她看电视剧有特别的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 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到明白吗 她又倒着看 393837 越看越明白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了的人看看全活怪了 好 谢谢 我是忽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这时候让你们认识一下真正的甲方了 现在就都说嘛 做生活的甲方 我觉得都做不了生活的甲方 就一天都做不了 你们去看 同样是去挤地铁 早高峰跟晚高峰 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早上那时候都是 雄心壮志的 别碰我 我要去干翻这个世界 晚上那时候 我那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服服帖帖的 你从他们眼神里 都能看出那种生活的绝望 和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 2012嘛 都说是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刚毕业在找工作 伴随着我找工作的好与坏 那就是我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和期待 这几个面试面目好 就觉得算了 这都是世界末日了 干嘛呢 那下一个面试 当你在这面对世界末日的勇气 去面对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就本来面试官问我什么问题 我不会 我说不会 但我给你学 那个时候在问我 我说不会 我心想到这时候了 会个这碗人还能逃离地球吗 面试官也愣了 这人啥都不会 还这么横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啊 就路去了 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 周围无数同事被开掉 只有我自愧然不动 不是因为我水平高 我水平两年之后 领导也不知道我到底会点啥 神秘的东方人 神秘的东方人 而且那边上班特别无聊 就是事儿少钱多 很多人矫情 事儿少钱多 你还要怎么的 就你不知道事儿少 但是还要装着 自己特别忙碌的样子 但是比真有活 还要更累的 就你手里没活 要想到自己手里全是活 后来才知道 就在表演里面 叫做无实物表演 太好笑了 我们早上要开战略会议 就每个人站起来 说一下昨天都干啥 一个美国大哥 光光说了十多分钟 我吓得 我说昨天不就坐旁边 咱们一起演的吗 我能说这么多 后来就回来了 感觉要在那边待废了嘛 因为主要是我国内很多朋友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工作 就他们学习速度特别快 在这边学两个月的东西 赶上我在那边学两年的 但难怪我在那边 进学表演了嘛 回国探亲 也像个傻子一样 看啥都新鲜 早上网上买了个东西 下午就送到了 我还跟朋友在那边感慨 我说这快递又这么快吗 他们说你说的不是人话 那快递不快 能叫快递吗 回来加班特别忙 水深火热 但是特别开心 就脸上带笑容 还能加班这么好 旁边同事也捧说 这不愧是从美国回来的 职业素养就是高 我们真的效率太高了 就是我回来带一个技术团队 就我所有关于技术理念 是在那边构建的 一个之前我认为 我需要干两周的活 回来问团队 我说你们大概需要做多久 他们说三天 我说啊 他们说加加班两天也行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 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看看综艺 旁边同事在那边自我提升 在那边看罗振宇 他搞得我很焦虑嘛 要不然说罗振宇 总在那边制造焦虑 而且罗振宇有这种说辞 他说你看好 大家都在午休 现在你选择这个时间来看我 你过几年之后啊 你就跟旁边那些打游戏 看综艺的傻子不一样 你帮人学习帮人学习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 我说看你这么对生活积极的样子 应该是罗振宇的忠实信徒 怎么还讽刺上了 我讽刺的不是他这个人 我讽刺的是劝你 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生活的态度 努力不努力 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抱怨就好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生活 你就是生活的家妆 谢谢大家 我护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刚才说我不上当受骗 我是不上当受骗 我学金融的 我怎么能上当受骗呢 但拦不住我妈上当受骗 兰都拦不住 我妈 AKA东北金融女魔头 这些年喜欢炒股 赤杀股场十几年 赔的 给你们讲一讲 一开始有人跟他说 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得多买些股票 控制些风险 他听了 买了七八十只股票 他这都不是控制风险 他就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什么军工股 医疗股 有色金属 出点啥事都跟他有关系 天天着急上火 他炒了十几年的股 收益最好的时候 是有段时间他生病了 因为根本没操作 你看嘛 股市里面分什么价值流 分什么技术流 我妈 那就是意识流 你要具体细分 有的时候是下意识流 有的时候是无意识流 女人嘛 她说什么事情 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 买到股票 她跟我说 都是哎呀股票嘛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妈你真厉害 这选股票 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这些年好了 这些年开始不超股了 开始买什么金融理财产品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跟她说 我说你这样子 你得年花率高低 你得掺和这买 这样能控制一些风险 我妈也听 买了好几种 P2P理财产品 年花率也是有高有低 有110%的 有130%的 别人爆雷就一下 她那爆雷 叮叮光光的 一开始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不行 你别买这些东西 她说那个张姐 王姐都买了 我说哪来的张姐 王姐 她说就是一起 炒股了张姐 王姐 一听就知道 是另外两个女魔头 三个人凑了一个三巨头 她开始的时候特别谨慎 说只买一点 上大抽片了之后 赶紧撤出来 结果后来没什么事 放心了 就投了更多的钱进去 结果人就跑路了 节奏比她还好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 这什么 一开始没什么事 就等我放了更多钱 开始坑我 专门就坑我 就等着我 就专门坑我 我说也不是专门坑你 那张姐王姐也都坑 这段时间回家 开始问我 她说儿子 你觉得那个比特币 区块链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 就是上当受骗的风向标 而且这些理财产品 都有一个红利期的 我妈节奏也特别好 就等那个红利期一过 她又进场 开始上当受骗 我从来不买股票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过 我知道我搞不了这个 但是我见到过 无数的老头老太太不服 前脚刚跨出菜市场 买完酒菜 后脚就要跨入金融市场 当酒菜 那真是吃啥补啥 而且他们来 还要签那个股市风险协议 你就看着他们 颤颤巍巍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的风险 比股市还大 真的很心疼 我就觉得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一到大跌 我们还要到散屋市 去劝他们 我说爷爷奶奶 你们看 大盘曾经涨到六千多点 跌了一通 七八年也涨回来了 只要你挺住 大盘都会涨回来的 爷奶一听都傻了 还有七八年 啥挺住 爷奶这个身体 怕是跑不过大旁 还是要和大家说 对金融还是有些敬畏心 对吧 这个跟法律医学 是一样复杂专业的领域 你只看见有人 对着什么K线 头头是道 觉得自己是股神 你咋不去医院 对着心电图 跟人头头是道呢 你去个人说 你看啊 心跳到这儿 就已经见底了 你别看现在跌停 马上就能触底反弹了 家属都哭了 医生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心电图啊 这哪是跌停啊 这都快跌平了 其实啊 金融跟医学是一样 倒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都是玩的是心跳 为了自己的心跳 别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 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 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 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 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你经常 真的这样的 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哎呀 自己一个人 好孤单 好难受啊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 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 听那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 听到什么 情了 爱了 哇 一下就哭了 你都说不光听了 情了 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你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 就是你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发现男生 从小就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 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 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 哇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 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不说 是不是你应该上去 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 上去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 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 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 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 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 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传着 传成真的了 你图傻呢 那时候还没学过 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 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就知道 不能通过捉弄的方式 来吸引姑娘们 就开始用一些什么 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就开始 有一些过急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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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 为了吸引姑娘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阳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兆色 在那边争齐斗艳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 跟我说 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踢球好的 不是你种八海比赛 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那姑娘怎么夸你吗 说昨天太帅了 八海比赛 一使劲拉倒了对面 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 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 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 就你跟其他一群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认识每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给姑娘 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喝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忘忍 最多容易吐 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你知道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着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就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击去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人就好 刚才新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新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新姐就是 低估了我们男性的任性 新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呀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新姐再发一个 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 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就真的 求求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 温柔的 最重要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后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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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来猜一下票数 非常棒的开场 你们觉得是多少票 145那样我感觉 好 喜欢护兰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3 2 1 请 锁票 哎呀 忽兰你太高估我的经济实力了 你为啥不行 我姐就已经没钱了 那随便去租吧 感觉你卖娃娃很有钱 你这次是不是 有意地注意了一下 这次控制节奏 对 这个听上去舒服多 舒服多了 而且他这个话题 切入点 我特别喜欢 因为正是我特别烦的那种 你知道吗 他替我说出来了吧 那些话 像什么土味情话 这些东西 平常我就特别烦这些东西 是吗 对 比雪猫教还烦吗 雪猫教只是不太适合我这年龄 不是很烦 忽兰好像你现在是总排名第一名 是 你有压力吗 有压力 如果这场如果你分数还高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非常有机会直接晋级了 当然还有两场的 一场翻船了就翻船了 那个新姐说他总榜第一嘛 然后说他是不是稳了什么的 就这些选手有两个很神奇的人 忽兰呢 是学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的 学精算 然后你们也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交大的 本来是程序员的那个 庞博那个帅小伙 对不对 这哥俩天天就算 也不写段子就算 咱们这个分到底什么样 各种情况全都列出来了 好 谢谢欢迎 谢谢 挺开心的三个老师都爆灯了嘛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正常把这股气给顶下来了 大家好 我是护兰 我觉得王建国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王建国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剩下他输了 其实我跟王建国是很好的朋友 但没办法 比赛特别的残酷 就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透球演员已经被逼疯了 但是很多透球演员被逼疯了又治好了 但我们治疗的速度 原来赶不上疯的速度 你们听着是不是特别像一道那种小学奥数进水出水的问题 以致我们一周能治好三个透球演员 再能逼疯八个 总共全逼疯需要六周 问如果我们努力一周逼疯十个 全逼疯需要几周 我是算比较正常的 很多人还问 说你怎么还挺正常的 我说是因为我从小是运动员出身 他说那你就知道怎么赢了 我说不是 是我知道怎么输 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从小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 学的全都是输 运动员们听他要面对输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摔拍子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找借口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哭 这全都是我爸的功劳 我爸从来不会因为我输球打我 他只会因为我找借口打我 后来才想明 我爸这不就是找借口打我吗 体育很残酷的 真的是这样 大人都很难面对输 更何况一个小孩了 当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全市平凡球比赛 256个人 我打了整整三天 打到了16进8 最后决胜局输了两分 输给另外一个小孩 真的这比赛把我的世界 直接打坍塌了 八岁的我想退役 我爸跟我说 你不想明年再去赢他吗 我说我想 我就努力练了一年 第二年去 发现他已经上初中了 我还在小学 我说爸你骗我 他说你看他不敢跟你打 都就上初中了 然后我又打 又是256个人 然后我又打到了16进8 输给另外一个新的小朋友 旧仇未报又添新仇 一年的努力就这么复制东流 回家躺床上我都哭晕了 就醒了之后想想又晕过去了 这全都是真事 就体育故事不是童话故事 没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的 卧薪尝胆 忠诚霸业 这都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卧薪尝胆 出去被干 回来继续尝胆 最后胆都尝得没味儿了 还没赢呢 你看嘛 什么没赢过NBA总冠军的 没拿过世界杯的 千年老二李宗伟 都不容易 冠军就一个 哪那么好拿呢 我们当时256个人打比赛 一轮下来就抬下去 188个在场边哭 最后256个人没人不哭 这即使打到了决赛 亚军输了都哭了稀了哗啦 然后冠军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竞技体育就是成王败寇 我就根本没有什么 小鲜肉粉丝说那套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我从来就是 真的竞技体育只要你输了 那是越努力越心酸 我从来不敢跟我的教练说 我虽然输了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教练只会说 哦 这么努力都输了 那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 我从小到大 打平方球 基本没拿过什么冠军 但是每次比赛 问我说目标是啥 我说我叫拿总冠军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 行事跟美国人打打平方球 总归能赢吧 结果碰上的全是中国留学生 可狠了都可狠了 都是在国内拿不到冠军的 我在校队 我入选了校队 我是校队一号 一号选手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教练 他喜欢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结果出去打比赛 对面也是个中国教练 他也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我跟对面的一号 打得死聚活来的 我不安心 随便打打就算了 打打打就好像能打得过的 对面也是相同的感受 我俩觉得 我打不过关张 还打不过你刘备嘛 旁边观众也看得特别兴奋 快看快看 两个吓得妈打成这样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 不敢承认自己想赢嘛 其实就是怕输了的时候 不好受嘛 就想让自己更好受一点 经常还没开始呢 先把台阶准备好了 万一数了 舒舒服服的从台阶下来 万一赢了呢 两个台阶咔 一组装就是一个领奖台 还装个 这是哪儿 怎么站上来了呢 台阶有了 自己不愿下来了 我不是 我想赢 我就大大方上告诉大家 我想赢 我甚至都不觉得我是爱托 我觉得我就是爱比赛 我爱战斗 我爱托就爱战斗 对于比赛 我无同意什么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什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今天就要说 友谊第一 王建国第二 欢迎霍汉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今天题目叫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啊 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跟我爸发微信 我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了 老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毁了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 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 两千多字的稿子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 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 剩下那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务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 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看 翻了翻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 说你这鸡蛋酱 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酱缸里面 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 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 旁边偷口秀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 对吧 他觉得我偷口秀 比到最后居然还要拼爹 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秀 怎么不舍得放梗呢 你这脱口秀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秀的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行钱还问我说 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叫口令 什么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 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会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提估 你知道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几个菜也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一会儿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情 其实挺紧张啊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出过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误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特别通行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哎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 懂生活更快乐的 老村长酒 喝到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 啥叫懂生活更快乐啊 我说 就是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哎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那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生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生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哈啰我是广志 谢谢谢谢 我最近发现 我的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 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 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啊 她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 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 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 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 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诚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责任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蝙蝠的时候 我就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 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就他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感觉 生活拿他没有办法 就一般这种感觉生活 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 我的一个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他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叉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他说 你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婊 对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 当时去的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 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 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 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儿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就白跑一趟 这么多这个 我觉得去鬼屋玩 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呀 除了恐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辫进去的 进去之后她的脏辫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呢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 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其他位朋友们都谢谢 她整个段都很好 没有一句话 对 没有什么活着的地方 谢谢管制 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确实 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看了 对啊 拉波路啊 确实 节目播出之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了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视信 说你给我看看 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了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 和在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地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就差12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装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倒是他同学都过来劝他 说你得努力呀 你实在不行 去楼底上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就喜欢宣扬他的梦想 进来我说自圣 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真的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批五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懂啊 自圣我见你第一眼我就说 自圣啊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 说啊呀自圣啊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人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哎呀 去年了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我说领导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啊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是谁离得近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还是12楼 我的三个领导开始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那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环境尴尬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整个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开始给我传递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观 我说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就整个的颠覆了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按照这里一下大家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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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广志以189票进入直通区 直升 代替 我真的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我上去之后跟庞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哥哥我太难了 我真的这一轮对我来讲特别特别难 我真的是把这一轮当成总决赛去准备去比的 因为直升确实太强了 我从入行到写出来这篇稿子一直在被质疑嘛 考长相考长相的 这一次终于向大家证明了我确实是靠长相 不靠长相就会输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谈恋爱 现在大家谈恋爱都挺难的 都想找一个灵魂伴侣 但作为双胞胎 你让我花一辈子去找一个人 跟我有一样的星座和上身星座 有相似的原生家庭 连衣服都搭得像一对CP 仔细一看是灵魂伴侣吗 不是海尔兄弟 而且双胞胎谈恋爱 就至少会有一个人脑子很清醒 我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没法谈 因为我看着他男朋友 我只会想 我看男人的眼光这么差吗 所以他男朋友 问他一些傻话的时候 我就喜欢在旁边抢答 我男朋友问 如果我哪天对你不好 你会离开我吗 他不会 是因为有爱吗 是因为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你为什么爱我呀 因为他觉得你有魅力 那我的魅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的想象力 炎仪 你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你确定他是炎仪吗 我 我当然确定了 你再想想 他是炎月 还是炎仪 炎仪 炎鱼 而且现在谈恋爱真的好危险呢 我们刷微博发现 好多女明星碰到了海王 结果影响他自己的事业 就感觉现在谈恋爱啊 得跟个HR一样 给人做背调 不做背调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被他调着 打给他前任 请问他在你这儿 是离职了吗 是裸辞的吗 然后啊 还得在朋友圈发个公示 我计划五个工作日以后 跟此人交往 要是这期间 有女孩来捶他 我就只能说 姐妹 我们都拉黑这种人吧 我有个前任人挺好的 要不我内推给你吧 我现在心动啊 都不是发出心动的信号 是发出令人心动的offer 我们现在经常刷到那种 短视频恋爱博主 教你怎么样让人上头 但因为是短视频 所以他们教的技巧啊 都特别的简单粗暴 比如如何一张嘴 就搞定对方 怎么要一张嘴 就搞定对方呢 我是在相亲的同时 做核酸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猫胎 最近我发现 我下楼做核酸什么的 老是忘记把钥匙 放进口袋里 因为啊 我没有口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女生夏天的衣服 是没有口袋的 我检查了我所有的下装 我发现就算有口袋的 也是假口袋 就是把口袋给你缝死了 或者干脆给我画一个口袋 感觉好像女人 就不能靠近口袋 为什么不能呢 女人又不会玷污口袋 对啊 口袋又不是祖坟 搞得有一次我们俩好不容易去走一个时尚红毯 然后我们俩想插口袋装帅 四个口袋 没有一个是真的 感觉我们俩在那儿cosplay火柴 我们就特意去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女装不能有口袋 因为有口袋就破坏曲线 但男人觉得有曲线才有吸引力 有曲线就符合流体力学 符合流体力学就有吸引力 所以女生出去吃夜宵的时候 身上就会吸到一些脏东西 比如烟味 灰尘 还有一些男人的手 他们还会怪我 你的衣服怎么老吸我的手啊 他们会说男人的手啊都这样 我也控制不了啊 一个控制不了的东西 还留着干啥 直接咔嚓了呀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男生的口袋 男生不仅有口袋 口袋还特别大 他们裤子上那不是两个口袋 那是两个黑洞 一个黑洞就可以装下两部手机 三台游戏机和四双联名篮球鞋 但是他们还是要来问我 你带纸了吗 我觉得这个世界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女人 因为有人说怎么没考虑 古希腊哲人都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但是他忘了说了 那个时候人不包括女人 连古代人都知道 在腰上跨一个锦囊 如果古代男装也像女装一样设计 三国演绎就没有锦囊妙计这回事了 总不可能是 眼看着刘备就要出发了 赵云跟诸葛亮说 这可怎么办呀 要亡国了 不用担心 我给主公写了三条妙计 那可太好了 你只要把它藏到锦囊里就好了 那还是亡国吧 好看的男装都不加锦囊 那我现在给你现加一个 不了 现胖 张飞大帅 您一定愿意加 俺虽莽撞 也想漂亮 关羽大帅 您一定愿意加 不加不加 跟肤色不搭 刘备夫人 怎么办呢 我刚买了三个包包 拿去用吧 刘备感动得哭啊 真是兄弟如揣不了兜的手足 女人如有好多兜的衣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把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在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像御环石啊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好像女生 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他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穿不进去 二姐穿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在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碟榨菜 另外一条是 创造影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系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是不是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扔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 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 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 他们在职场奋斗 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 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 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 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贴 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 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 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 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 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上 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 你不要这么随便地 动我的脸 我说 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 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 脸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 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 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 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 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 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 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 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 只是为了陪 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 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 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 打扮 是肤浅 不打扮 是没礼貌 许之远 感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 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 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音 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 都要变美 她们的变身 就是化一套全妆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 下葬之前再化吗 好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美少女战士变身 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 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 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 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 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她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她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 疤痕 和重型机关枪留下的弹坑 什么 为什么这么狠呢 莫名其妙 很太好笑了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 所以在职场上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是我们自己 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红色按钮代表的是斯文 蓝色代表的是建国 定一下这个顺序 因为Rose Battle这个需要先兔的人其实不占优势 你先兔到别人心不占理 不占理 对吧 所以剪刀石头布 输了的人呢 就先说 剪刀石头布 好 斯文输了 斯文先说 准备好了没有 Let's battle 大家看一下建国的脸又大又方 简直像个骰子 建国小的时候特别调皮 回家跟妈妈说 妈妈妈妈 我要玩骰子 他妈说 我看你就像个骰子 那建国说 嘿 好累 玩自己去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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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 你的脸只是不大 但不代表他不方啊 你仔细看看你那个小方脸啊 又小又方 有一首歌就是拿你写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建国的脸又大又方 建国的脸又大又方 每次站着他都忍不住夸奖一句 建国你好大方啊 斯文今天大发脾气 说为什么那几个脱口秀演员的海报上写着啊 线下之王 炸场之王 谐音梗之王 为什么我的海报上写的脱口秀一姐 我也要有王 我不要当脱口秀一姐 后来就改成了脱口秀王姐 建国今天跟我说啊 晋总觉得在今很不错了 我们已经是全国五强了 五强啊 五强的大米可是很好吃的 还分为不同的品种 有黑无常和白无常 听完这个鞋音梗 有没有觉得人生无常 有一天 斯文带着自己的侄子出去玩 街上太热了 斯文就把矿泉水里的水 撒到脸上一点降温 他的侄子就说了 姑姑 你给自己浇水也长不高的 建国啊 他有一个忠实粉丝叫小胖 今天来到了现场 大家看看小胖那个样子 小胖跟建国 你都分不清是谁追谁 你还以为他俩都是那个少女团体的粉丝 而且你看啊 肥宅追少女团体已经很可怕了 他俩在一起呢就是肥宅追肥宅 斯文呢毕竟也是上岁数的独立女性了 然后他就骨质不好 有很多对膝盖非常好的护膝 有一天呢我就管他借这个护膝 斯文死活不借给我 斯文说 那你万一借了不还怎么办 你把护膝套在你的膝盖上 我又够不着 不就在这儿吗 哎 影响就代表着这是最后一个回合了啊 最后一个回合 没什么意思 接着来吧 好 最后啊 健果我要告诉你一个八卦 我劈腿了 有没有发现这也是一个谐音梗 对 而且就是旁博的造型 有没有恶心到你 好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啊 确实是需要护膝啊 真是 斯文有一天没化妆 然后我一点都没认出来他是谁 然后他就说我是斯文呢 我就说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斯文呢 他就说不信的话 你就把护膝套到自己的膝盖上 我看我够不够得着啊 谢谢大家 感谢斯文和建国的精彩演出啊 很精彩 观众们不要忘记投票 红色代表斯文 蓝色代表建国 最后三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请锁票 这个我们既然这四位导师都 四位领校员都看了 你们这个精彩的演出 有什么感受啊 心姐 挺血腥的 血腥啊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环节 而且是你主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主持 实际上这有点类似于相声的 这个互相杂卦的这么个意思 但是杂卦是在一个人设当中 是在主题当中 这个是 生杂 确实是生杂 对 每个人找一个点来来来 没有什么信息量 对 不是信息量的问题 它都是令启航 重新再出来砸 比较生硬 就是挺狠的 但是我觉得 以后你们要不要试 就是这完全没有准备的 即兴 就是即兴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的选手 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两个人相互吐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吐池子也可以 或者是出一个什么题目 两个人就是都来说 这样大家即兴想一个吐槽徐中大哥的 来 我们那个蛋总怎么看 自己公司的节目 我先看看自己公司的这个艺人吧 我头太头了 我觉得还行我这主持人 我觉得我在发展发展可以站到新姐旁边 我们那个让我们经过这个激烈的讨论 我们看一下现在斯文和建国的得票情况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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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哇 真的假的 恭喜建国 恭喜建国进入冠军候选人 请下一个比赛